晚安 您好 我是魏魚田 馬上就要迎接週末假期 而且明天呢 還是非常重要的投票日 首先來看到的是今天的天氣 主要是會分成上下兩個半場 首先呢 在白天的時候 由於雲雨帶的位置 是稍微的往北偏 主要是落在我們的北方的海面上 也因此呢 在中部以北地區 在早上的時候呢 是可以稍稍的喘口氣了 雨勢會明顯的緩和不少 不過隨著時間來到了傍晚之後 又會有一道的蜂蜜系統建立起來 也因此呢 雲雨帶的位置 又會在往南邊移動 包括了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整個東半部也會開始下雨了 而且要留意可能會有局部 較大雨勢的發生機率 而局部單點一整天累積下來 也是蠻容易來到了大雨等級 而在南部地區還有台東呢 受到的影響則是會比較小 而以明天投票日的天氣來講呢 由於華南雲雨帶的影響 會慢慢的變小 在白天的時候呢 主要呢 還是落在了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 依舊是會有一些的短暫陣雨 不過隨著時間來到了下半天 就只剩下銀蜂蜜地區 東半部 會有一些比較局部零星的雨勢 而其他地區呢 則是可以從原本會下雨的天氣 慢慢變成多雲 而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由於東北季風 再進一步的減弱下來 這時候呢 在上半天來講 包括了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也是可能會有一些的小飄雨出現 不過呢 到了下半天開始 則是會慢慢變成多雲倒晴的天氣 也就是說呢 這個週末的天氣來說 會是一個天氣慢慢在變好的過程 如果要做外出行程的安排的話 也可以再多加參考 接下來帶你關心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的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今天白天呢 是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會是一個小空檔 不過來到了傍晚之後呢 降雨機會會慢慢提高 來到了80% 而各地白天的溫度 可以來到25到28度 再來看到是中部地區 今天的傍晚之後 也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降雨機率可以高達40% 而高部分可以來到26到28度 再來看到是在南部地區 至於今天整體來說是比較是多雲倒晴的天氣 整體的高溫是可以來到29到32度 再來看到是在東半部的部分 宜蘭跟花蓮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40% 而台東則是多雲倒晴 最後是在外島的部分 連江跟金門也是有雨的天氣 而澎湖則是多雲倒晴 最後的天氣小丁臨要提醒大家 今天白天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小空檔 不過隨著時間來到了傍晚之後 有一道封面系統建立起來 這時候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要留意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投票日的時候 上半天來說水氣也是會比較多的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